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之际 我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和15万民革党员 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祝贺 百年征程 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 历久弥坚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攻坚克兰 开拓前进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建立了标病史册的不朽功勋 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严重冲击 在以习近平融资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的坚强领导下 疫情防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奋斗 必将成为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壮丽篇章 历史雄变的证明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 必须一直坚持永不动摇 民革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 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参政党 民革组织的创始人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 和推动下创立了民革组织 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 才能够在创建新中国的历史关头发挥作用 多年来 民革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统一战线政策引领之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在基本政治制度规范之下 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 建设新中国 探设改革路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为多党合作事业的参与者和建政人 我们深切体会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伟大创造 70多年来 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铺垫了重要的基石 为人类探索更好政治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 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 风雨仓皇百年路 高歌奋进新增城 我们坚信 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 有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乘风破浪 无往不胜 民革将更加紧密的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之围 以中国共产党为师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更好的旅行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 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 不忘合作作心 继续携手前进 为夺取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华民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民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